2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脑鲁共和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脑鲁称为中国第183个建交国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方文斌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呼吁极少数与台湾保持所谓邦交关系的国家 振兴历史潮流 把握历史性机遇 中脑复交再次说明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挑战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不容歪曲 中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大家庭不能缺席 汪文斌指出 当前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中脑复交是脑鲁和太平洋岛国各界普遍期待 符合双方根本和长远利益 中脑关系已开启崭新篇章 两国已经打开了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大门 现在还有极少数国家与台湾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 我们呼吁这些国家认清历史潮流 把握历史性机遇 站在国际社会一边 站在国际正义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友好不分先后 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翻开与这些国家关系新的一夜 汪文斌表示 中方将秉持四个充分尊重政策 在平等相待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开放包容基础上 同脑方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 总台游市记者北京报道